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我们看一看 就是进入这个第四篇 我们讲一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好是什么 是普雷亚诺夫之后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首先呢 我们讲这个 讲一下这个第四篇的概论 什么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什么叫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我们把这个定义讲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看看定义 你看这个定义我们分析一下 它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以列宁哲学为标志的 是以列宁哲学为标志 从十月革命起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苏联解体这一时期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怎么怎么 这个有我们看到有几个 首先呢 它是以列宁哲学为标志 那就强调了列宁哲学和普雷亥诺夫哲学的一个区别 这样呢就是要了解列宁哲学的特征 它哪些特征和这个普雷亥诺夫哲学有什么区别 所以一个呢 它是以这个列宁的哲学为起点 那么第二个呢 从十月革命起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十月革命起呢 是十月革命的胜利 这一个有个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啊 一个强调列宁哲学为标志 一个是从十月革命起 列宁哲学呢 应该说是十月革命以前就发生了 从实践上来说 是十月革命以前的 但是列宁哲学所代表的啊 就是它的这个思想 是和十月革命仅密相关的 包括它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都是和十月革命呢 是相关的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 如果我们从这个思想体系 它的这个职人来说 它的思想什么 就是什么 十月革命的纲领 都在它的思想体系里面表现出来了 如果从这样一个思想体系 和它的当时的这个历史事变的分析当中呢 它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所以虽然这个列宁哲学 它产生于十月革命以前 但是呢 从它和十月革命的内在观念来说呢 可以看作是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 钢领性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 所以从十月革命开始 这是一个观念 那么第二个呢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也就是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以后 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也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到九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苏联解体 那有的人就说 那个苏联解体以后 它还有马克思主义啊 这个就涉及到 对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 这个苏联哲学的一个理解 因为苏联哲学有一个特点 它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国家的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以后 它就不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了 所以它有一个变化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分析 所以看到 所以指的是从二十世纪 就从十月革命开始 到二十世纪初 苏联解体这一个时期的苏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要理解这样一个定义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几个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什么 是十月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 那么第二个呢 十月革命以后的 它是什么 是社会主义 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就决定了苏联 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也就是说 它是取得了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国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内容是对 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 我们讲这个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是对资本主义 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批判 所以这个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是探讨取得了 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以后 这个社会主义实践的 这样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实际上在马克思那儿 马克思那个时代是不曾有的 虽然他们有一个巴黎公社 但是那个是非常简短的 是非常 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而这个 苏联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呢 它是很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实践 所以它包含了对这样一个内容的思考 而且这个内容是它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内容 这是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从它的这样一个 特点来看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从俄国马克思主义 到苏联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名称的变化问题 为什么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 后来会起上苏联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名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 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提议 那么苏埃国家呢 在1922年的12月 这个全苏苏埃的代表大会上呢 就是正式成立了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那么这个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呢 它的名字呢 就是苏联 就是苏联 所以呢 苏联就取代了俄国 就是苏联取代了俄国 标志的俄国 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俄国 那也就是说 在之前呢 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 而在这之后呢 就是苏联代表了一个 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俄国 所以和这个相应的 原来使用的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词呢 就变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词 所以它有一个 这个名称的变换 原来他们叫俄国 那么后来叫苏联 但是这样一个 苏联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啊 它不单纯的是一个名称的变换 还包含着这个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统的内部变革 那么这个变革啊 它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 我们讲的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 就说一个方面呢 就是列宁哲学啊 它取代了普列汉诺夫哲学 而成为苏联哲学的旗帜 这个我们讲的啊 就是从这个普列汉诺夫哲学 到列宁哲学 我们所以列宁哲学为标志 那么这个普列汉诺夫哲学 和列宁哲学之间呢 这样一个变换呢 这样一个变换 到底它标志的是什么 标志什么 首先在实践上 从十八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 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一直是以普列汉诺夫哲学为标志的 是以普列汉诺夫哲学为标志 那么列宁哲学呢 是被当做普列汉诺夫哲学的一个实际应用 就是说别人认为普列汉诺夫哲学呢 是理论 而这个列宁哲学啊 是以一种实际应用 而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 不同于普列汉诺夫哲学的 新的哲学来加以研究 但是呢 这个后来呢 这个苏联呢 我们说了在二十年代的时候 开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啊 那么这个马克思史的研究呢 它当时有两个论文 一个呢 是收集这个马克思恩克斯的 这样一个全集 编辑它的这个出版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当时由这个苏联的 这样一个苏联的这个科学院的院士 就是梁战诺夫 有这个梁战诺夫啊 就是编了这个马克思恩克斯全集啊 就是我们现在叫的这个梅干一版 那么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对列宁哲学啊 进行散词 就强调啊 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就强调这个列宁哲学的研究 那么这个标志呢 当时一个是布哈林提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认列宁主义基础当中啊 就提出了列宁哲学和列宁主义的定义 就列宁哲学和列宁主义的定义 就规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他就他当时强调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列宁啊 的确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俄国的 这样一个实际情况 但是呢 他认为列宁主义啊 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 在俄俄特殊环境当中的应用 他说不仅仅是这一个俄国的现象 它同时是什么 是一个国际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国际现象 也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 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不是一种特殊性 而是呢 具有什么 就是说列宁哲学 它不仅仅是反映这个俄国的这个特殊意义 那么同时呢 它应该是有在整个国际当中发生的一个国际现象 就是说它具有一个时代特征 具有一个时代特征 这个时代特征呢 就是把它定义为什么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在这一个时期啊 在这一个时期呢 列宁哲学啊 就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呢 列宁哲学产生由于它的这样一个背景 也就是说 马克思和斯当时都不具有的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它就成为了这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普遍的学说 那么这样一个普遍学说和它相对的是什么呢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都是处在一个什么 都在处在一个世界历史 就是说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处在一个帝国主义形成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 这个资本主义是国际化的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呢 也是国际化的 也是国际化的 当时这个第二国际 所以在当时啊 不管是第二国际还是列宁哲学 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 都是被看作是世界历史 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理论 所以这个时期呢 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啊 哲学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 这样一个时代 国际化的时代 所以列宁和第二国际的论战呢 他们是以什么 对错为标志的 他是与对和错 他们都是啊 对世界历史的一个说明 或者是你对了 或者是我对了 所以他不是说像那个民粗化 民粗化什么 可能你也没错 我也没错是吧 你也对我也对 因为我们都是回到这个本土的 但是刚好列宁这个时代呢 他强烈是普遍 所以他会批判卢生堡 他说卢生堡是错的 那么卢生堡就就就就那个 那么卢生堡就会批评列宁 说你是错的 他们的这样一个判断呢 都是以对错对错来说的 而不是说我和我的这个 民粗的这样一个相结合啊 我和我这个民粗文化相结合 所以呢只要和我以我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来判断我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们的这样国际认战当中啊 就是你对国际这个东西方关系的这样一个判断 你是对的还是我是对的 所以他都是一个国际化的 他是和这个第二国际啊 这个相对的 所以这个斯拉林就说呢 他是在期盼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当中啊 呃这个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所以列宁哲学 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发展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历史阶段 而列宁的主义呢 就是这个时代具有普遍历史普遍意义的学说 那么这样呢就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哲学啊 就是列宁哲学和普利亥诺夫哲学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普利亥诺夫哲学呢 他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就代表了反映了这个俄国的特殊情况 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这样一个国家 东欧国家的 或者在农民春色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的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他是一种特殊 而苏联哲学呢 以列宁哲学为标志 因为列宁哲学啊 被定义为一个普遍 所以呢列宁哲学啊 苏联哲学呢 它是一个普遍 那么把握这一点呢 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苏联哲学啊 它是十分重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苏联哲学后来会发生国际性的影响 它影响了东欧 东欧都造它的体系 那么同时呢 它会影响了西欧 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啊 展开了这样一个论战 展开了一个论战 同时它影响了中国 是吧 中国当时也是以它那个 所以它当时的这个 由于这个第三国际的这样一个 因为它代表了第三国际的理念啊 所以代表这个第三国际的理念的时候呢 所以它对这个整个 这个共产国际 通过这个共产国际啊 当时在这个 对整个二十世纪初的这样一个 这个世界格局啊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格局啊 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就是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要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除了它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呢 它当时就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象征 就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当时大家都是 都是这个 就是它是作为一个 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 这样一个哲学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正确的唯一的 因为它十月革命胜定了嘛 能不能当时会以这个 十月革命的成功 来判定它的这样一个正确性 正确性 所以当时把这个苏联 马克思主义可以是作为一个 一个典范啊 说马克思主义 这个唯一正确的 这样一个典范 所以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个是它和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 第一个区别 那么第二个区别呢 就是它和这个 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它是取得了 这个政权的 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它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成为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 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 所以在这个苏联哲学史啊 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 思想家在写苏联史的时候 特别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说苏共是历史上啊 第一个这样的政党 所以它的全部活动中的 自觉的始终不遇的 征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 而这样一个理论呢 这个这样一个理论呢 就成为什么 就是苏联哲学啊 就是国家就成为 这个强行的支持的 这样一种哲学体系 也就是所谓的 变种维吾主义体系 和这个不同呢 它说这个俄国啊 因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苏联 苏外胜利 就是十月革命以前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它不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不是国家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个 呃 苏联的这样一些一些材料 很多就是什么 他这个给他的这个领导人的讲话做认证 呃 比方说那个和鲁晓夫讲了什么 那么所有的哲学家就去给他做认证 然后呢这个呃 以后换一个领导人讲什么 呃 这个柏列尔联夫讲什么 然后所有的这个哲学家都去给这个领导做认证 所以他就看到的这个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和这个领导人之间的这样一个 就是对于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啊 他就非常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 那么这两个方面呢 就赋予了苏联哲学啊 特定的含义 使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以一种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新的形态啊 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历史舞台上 对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多方面的影响 这是这是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你们会在这个 我们后面因为这个强调这一点 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要讲到 马上要讲到这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们很习惯用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这个词 为什么用这个词呢 就是指着这样一种特定的这样一个形态 这样一个形态 他们在辩论当中我们我们讲的啊 就是说他强调这个世界历史普遍性 苏联哲学是一般 那么这个苏联哲学是一般 这个就是这个 它是代表着第三国际的这样一个理念 和第二国际相对立 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产生在批判的时候啊 他一方面批判第二国际的思想 同时也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他在批判他的当中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录像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认为他基本上就是 比方说那个科尔斯 他就说 他说苏联的公民们 他说苏联的公民们 他用这个词 他说不知道他们的哲学也是特殊 而不能代表一般 就说你只能说明什么 苏联的社会主义问题 你不能代表我西方的这样一个传统 他说他们不明白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 是从梅林和这个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把它称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以此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就说你不能啊 他在这个批判这个苏联的时候 他就一个很大的 他就说你不要把你看成是一般 一般 你也是特殊 你只反映特殊 所以你不能代表我这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历史的环境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 理论和实践总体性是什么 我的理论和我的实践相联系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和他的实践相联系的 不能有一个超越了一般实践 超越了任何特殊这个实践的 这样一个抽象的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他说马克思哲学 任何他是具体的 就是他的任何一个范畴 都要到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 历史环境当中才有才能把握到他的这样一个内涵 把握到他内涵 那么这就提出来一个什么呢 叫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他不是用对错 不是用对错来判断的 而是用什么普遍和特殊 所以他是什么 使马克思主义从普遍返回到特殊 返回到特殊 说没有这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 把它变成一个公理 脱离到任何这个具体实践的 任何一种这个马克思主义 他都是他民族的 都是应该是一个特殊的 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任何一个原理都是特殊 那么他在革命处的发展 因为他是这个 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首先是什么 在无产阶级革命 失败 在西方国家失败 同样在一个历史环境下 就是在受十月革命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东方 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俄国这种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他取得胜利 但是在西方 这个工业法达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他却失败了 所以他在反思这样一个教训的时候 他就认为 你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你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国情 所以他就反思这个教训的时候 就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特殊 就是他们应该研究他们特殊的规律 所以如果说 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和这个列宁和这个第二国际的争论 他是以对错为为这个标准的话 那么他们是以特殊来批评 批判这个普遍 所以后来马克思哲学 就从这个普遍性走向的一个特殊 就是和各民族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对我们讲的是 以教条主义批判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返回到这样一个特殊 强调这个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特殊性 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 我们为什么把它分到 就是说20世纪到20年代 30年代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后面就从世界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从30年代又是一个阶段 就是说这个阶段有一个划分的 就是马克思哲学 从它的一个普遍性走向的特殊性 走向的特殊性 走向的这么和各个民族相结合 就是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论战 所以在这个论战当中 大家都是强调什么 用的词都是苏联马克思主义 苏联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特殊讲一下 他们批判的是什么东西 批判什么东西 从这个思维方式上讲 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普遍 是一个普遍的脱离了任何时代的 这样一个公理的这样一个东西 而返回到这样一个各国的实践 这样一个当中 所以这个里面呢 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做一个开阔 做一个开阔 我们可以看到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有四个特征 有四个特征 我们对它的这个特征做一个开阔 第一个呢 就是说它代表了第三国际的理念 代表了第三国际的理念 那么第三国际的理念呢 和第二国际的理念呢 它是不一样的 第二国际代表的是什么 资本主义 就是说在这个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了 相对和平环境下的理念 因为这个我们讲了 这个卢森堡哲学的产生什么 就是说他们这个整个 白石坦现象的出现呢 像是代表了这个在当时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 这个整个欧洲内部啊 是一个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 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代表了这个相对和平 是相对和平时期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 而第二第三国际呢 是代表了什么 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 也就是说 刚好是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 就是以十月革命这样一个为标志的 就是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革命时代的 这样一个理念 革命的理念 所以这个第二国际呢 和第三国际啊 它的这样一个理念是不一样的 理念是不一样的 这是苏联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 他们在和这个 对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列宁对卢森堡的一个批判当中 以及苏联的包括我们国家啊 继承的都是这个第三国际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理念 一个理念 所以强调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强调战争和革命 这是它的这个 如果我们说 以什么关键词来表现这个理念的话 就是革命和战争 革命和战争 整个这个时代呀 就是讲革命和战争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第二个特点啊 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是这个 就是从这个苏联的 这个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看 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在强调这一个特点呢 特别的指出 就是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哲学 实质上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展开的 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前 电灵探讨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战争的问题 探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如何从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就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也就是说列宁所探讨的这样一些问题 他不是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革命和战争的问题 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 所以他构成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这样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他探讨了很多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不曾有的 因为它是涉及到建国的问题 那么同时在十月革命最初的年代和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列宁又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和方法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也就是直接对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考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继承了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遗产 而形成了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内容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内容 所以要探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建设的问题 它的经验的问题就要研究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样的苏联马克思主义 依照他们苏联的历史进程一般的 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所以它有一个过渡阶段的理论 那么第二个是指的社会主义胜利及基本建成和巩固发展的这样一个理论 也就是它的发展期的理论 那么还有一个是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的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它整个就是一个从过渡时期到它的建成时期 一直到它的发展时期的理论 那么这三个阶段的理论就是分别指的什么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 就是前两个阶段 一个是过渡时期的理论 一个是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巩固和发展的理论 都是指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 包括这个20年代到50年代苏联哲学界展开的列宁哲学 和有关列宁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这样一个讨论 那么这个都属于这个过渡时期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第三个就是在哲学形态上 在哲学形态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以列宁的变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自己的理论形态 列宁的变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说它毫无疑问是普列宏诺夫的 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个继承 但是列宁哲学和普列宏诺夫哲学的重心是不一样的 普列宏诺夫哲学的重心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个我们讲了他的这样一个学说 而列宁哲学的重心是辩证法和认识认 是辩证法和认识认 就是他是把辩证法作为一个方法认 作为一个认识认 来认识分析这个俄国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分析整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这样正是因为这样一个 对辩证法和认识认的深入研究 所以列宁不仅在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分析 历史分析上超过了普列宏诺夫 而且在哲学理论的创造上也大大的超过了普列宏诺夫 形成了这个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理论形态 列宁呢曾经在这个谈谈辩证法里面呢 就批判普列宏诺夫的理论缺陷 就是说他没有足够的重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面 两个对立面的统一 就是说没有看到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核心思想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他在这个形态上的变化 虽然是辩证为物质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有一个以辩证法和认识认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在哲学的社会功能上 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 他与苏联的政治生活和群众的文化生活 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呢 他还随着苏联 这个由于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所形成的国际影响 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 就是他对这个整个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 和世界思想体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个十月革命呢 可以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啊 社会形成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什么 社会主义阵营 就是影响了一大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东欧的还包括亚洲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所以形成了什么 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阵营 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就得到了这个巩固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就形成了整个世界格局啊 就是两大阵营的这样一个格局 一方面是以美国这个为代表的 这个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阵营 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 这样一个两大阵营的格局 移植到苏联解体以后 才发生这个世界格局 才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 在苏联解体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苏联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是作为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 和世界思想体系而发生影响的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要研究这个世界历史变化的时候啊 苏联哲学是一个老不过的环节 老不过的环节 就是你要研究它的这个思想 这个社会形态啊 特别是这个整个国际舞台上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 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你就离不开对这个苏联哲学的 这样一个了解 因为整个这个斗争当中啊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始终处在这样一个斗争的中心 斗争的中心 它的任务 它的这样一个理念呢 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段历史的发展 可以说 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当中呢 占有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四个侧点呢 被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当中 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啊 被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所接受 并对东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深刻的影响 方向之后 并且看一遍